資金規劃收驗證 資金規劃收驗證 歡迎再來到一次財富長城 那麼距離這個心理年底封關的時間呢 剩下了一天 還有剩下一天 那這個到了今天為止 大盤的部分我想在半年以來 應該說這一整年以來 包含從8200點 那時候我是還在別台 在友台上節目 從8200點一路做多 那麼一直到7月15號 開始翻空到現在 我想整年度的轉折的規劃 轉折的驗證 那麼很多觀眾朋友也都在節目裡面 都去實際的去看到 老師整個事先規劃的過程 那麼現在距離年底呢 只有一個交易日的時間 所以 當然最後這個交易日 我們還能夠做很多事情 其實有時候大家覺得說 時間不大夠 其實時間都是看人在把握 時間都是看人在安排的 今天大盤最高來到9336 來到9336 好 那麼很多人就會說 今天摩台結算嘛 台子很奇怪 它一個月就有兩次結算 兩個結算日 一個是台子期 一個是摩台期 所以很多分析師很喜歡拿這個去做文章 那我要請問你一下 當初在11月10號 第一個暴風圈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摩台結算去 沒有 但是這個規劃有沒有照著驗證 逼之逼之西 微光逼之西 來到第二個暴風圈了 有沒有 有沒有再次跟你驗證 這一張規劃 12月3號那一天開始 有超過一兩百位的朋友 來索取這份資料 那今天來到這個位置 9336 今天這個位置 這個圈圈以外的位置 我昨天還特別跟各位講 已經進入紅色警戒區了 或許朋友大家覺得說 沒有關係 你看到日本連續兩天大跌 今天盤中還跌到兩百多點 韓國沒有例外 但是我們台灣還好啊 跌個17點而已嘛 對不對 還有21家漲停板 只不過這21家 又換了另外的21家 這一兩千檔股票 就輪流在這個地方 從第一個暴風圈 第二個暴風圈 每個人呢 拉一點套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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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停在這個位置點 大家都在等 等什麼 等看看 等看看 會不會有其他老師在講的 我們要去攻萬點 要去攻9800點 這些老師呢 是當初叫你砍在這裡的人 或者盤面 最後真的趙老師跟你講的 趙的偉辰老師跟你講的 第一個暴風圈 驗證 第二個暴風圈 驗證 驗證到紅色警戒區 那麼剩下就是這一行字 走到轉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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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漲到哪裡去 時間就很重要 它可以在原地打轉 它可以在原地打轉 它也可以再去創創新高 但是那個時間就已經變得非常有限 今天沒有例外 昨天已經跟各位講了 這一波你所謂的原月行情 其實早在10月16號 10月16號 那一天是什麼時間點 那一天是什麼時間點 我們來看一下 在10月15號那一天 已經跟你講 反彈時間開始倒數 就叫做反彈 反彈時間開始倒數了 那麼從10月16號那一天 15號預告反彈 對不對 15號預告反彈 隔天開始反彈 開始倒數了吧 好 倒數完 反彈了之後 從10月16號 反彈反彈反彈 反彈到今天為止 10月16號 下一個 下一個 時間急速的重大轉折 就發生在1月的5號6號 這個當口 1月的5號6號這個當口 那是一次反彈以來的 54天55天 嚴格來說應該是在55天啦 廢勢急速嘛 那這55天就55天嘛 55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從過去的 諸多的這些經驗 我們曾經驗證得到什麼 因為55天是不短的一段時間喔 從10月16號一直到現在 將近兩個半月的時間 這兩個半月的時間 它所累積出來的 是一個什麼東西 那我就舉過上一次 7月15號這一次給你看 7月15號那一次 是從4月30號漲到7月15號 剛剛好55天了 累積前波一大段漲多的股票 從7月15號開始一路下跌反彈下跌下跌下跌崩跌 一直到10月15號 16號 我們剛剛跟你講的 老師跟你講10月15號開始倒數反彈 從16號才開始真的彈上來 但是彈上來這一段喔 從跌下去到彈上來 到今天已經進入了暴風圈 2號暴風圈裡面的紅色警戒區啊 這個紅色警戒區 今天當然還在紅色警戒區啊 因為畫紅色的嘛 進入了這個紅色警戒區 到了今天為止 眼看的指數9336 跟前波9593差也不過 差沒200多點 但是很多個股 是從170塊 180塊 跌到破了100塊 再從100塊彈回個110塊 了不起 結套了沒有 沒有結套 這證明了一件事情喔 第一個在這一個整波的架構裡面 這一整波的架構裡面 它是主升波還是反彈波 反彈波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早該賺錢了 不然也該回本3分之2 5分之4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美率買在100 當初你像2439的美率 你當初被套在 套在這個位置的 你套在這個位置的 你今天應該要回本了嘛 不然你也應該回到150 160了嘛 那怎麼還在112 1795的美食 那你應該要回到這個地方來了嘛 怎麼還在這裡 對不對 你不要回到180 回到170啊 9593的位置以前啊 所以這到底是反彈波還是主升段 我希望各位能夠分得清楚啦 只不過在這樣的一個反彈過程裡面 因為中間的來來回回啊 這個過程太複雜了 這什麼東西啊 破底穿頭破底穿頭 原來還是老師跟你畫的第一個暴風圈 選舉後 再跟你預告的第二個暴風圈嘛 你今天一看 天啊 你會覺得老師真的是天才 每個老師不是一線向下畫 就一線向上畫 對不對 只有老師可以把這中間的轉折 全部畫出來給你看嘛 那現在就剩下一件事情嘛 既然已經進入到了紅色警戒區 剛剛的轉折時間 我們跟各位計算出來 那麼就跟上一次 7月15號的急速它是一樣的嘛 55天嘛 所以通常見到這個55天的時候 它要回都不會是回短的啦 你注意一下前面這是21天 這一天B之B之C啊 那一天是反彈的21天 再來呢 34天回檔 大概是從這裡 這裡 這一次是55天 所以急速越遠喔 它回檔的幅度就越大 急速越遠 回檔的幅度就越大 那這一回檔代表什麼意思 我在這個禮拜已經陸陸續續的 跟各位報告過了 這個幾乎是一個 我告訴你簡直就是樣板啦 簡直就是樣板啦 所差別的只有時間的落點不大一樣 差幾個 就是 差幾個月 如果說你就同一個年度來看的話 但是反彈的下跌的架構 就這一次我們已經2015年距離下一次總統大選剩下一年嘛 那麼上次距離總統大選前大概一年的時候 它是走什麼樣的 再就細微波來看 ABC結束後 下來盤整 現在是ABC走到尾巴 也就是你所 我現在跟你講的逃命大西波嘛 那這個時間剩下多久 好剛剛講 剛剛已經講了嘛 現在離1月5號6號 加上明天一天 時間倒數 最多72小時 三個交易日 三個交易日 三個交易日裡面 中間又跨了一個連續假期的四天長假 朋友 你要在這裡報股過年嗎 對不對 所以反倒是說你前面在第一個暴風圈 第二個暴風圈 跳下去 買到了 套到了 現在有一點小套 可是呢 還看不到它大跌 那小套而已 奇怪 可是等了很久 一直沒辦法回到賺錢的位置 這一種股票 你的黃金時間 尤其是在未來這24小時 當然你最好在長假之前 長假之前 你就要先處理 因為長假中間你要注意到 我們不開市 國際股市要開市 那麼在這個 這一次的 等於是第二回的倒數 55天 上一次在7月15號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你看時間已經過了半年了 對半年之後才有第二個55天嘛 那所以 在這一波的下跌當中 未來那一波的下跌當中 你能夠怎麼樣去把握那個黃金的時間說 好 今天賺下去 賺半天 讓人偷偷偷偷偷 你了解出手了 這樣齁 這種股票 你比較快處理 你不要等得撩大條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麼當然 個股的部分 因為有一些朋友都說 那老師我可不可以再等一下下 你把個股傳扔進來 老師來幫你看 因為有一些股票的現行是 我看到有一些股票的現行是 我看到有一些股票的現行是蠻危急的啦 那隨時都會跟中長黑 那現在大家要在那邊等嘛 每天在那邊等 成交量 沒量啊 對嗎 那今天 那漲不是病病叫 那今天結算 712億而已 量能早就已經在此做 量能的均線早就在此做死亡交叉了嘛 我昨天補了一個800億的量 那還是不行嘛 今天好了 700億 你還是死亡交叉的量嘛 而這個死亡交叉又逢到 剩下倒數72小時 所以你說現在要不要緊 最好買一天 變成說離過年之前 所以最好買一天 那你是要賺錢過年 還是要撩錢過年 關鍵就在這24小時 這24小時做好了 剩下來扣掉明天剩48小時 你長假你可以好好睡覺 該怎麼去佈局 既然這叫做逃命大西坡 該怎麼樣來佈局這一坡 該怎麼樣來佈局這一坡 你還有最後這個機會 年終特別企劃 這是2014年最後一次 那換言之明天就最後一次了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嘛 那這個最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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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專案 這是今年以來最優的啦 今年以來最優的 不論是旗子的股票的選擇權的 那個股的部分當然要趕快處理 你旗子賣得要買多滿倉喔 因為上市在7月15號就有人買多滿倉 死得很慘 所以這一波啊 這一波啊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剩下時間已經不多 倒數72個小時 至於我們的年終特別企劃 剩下倒數24小時 要不是說今天剩下 除了今天之外剩下明天呢 所以2014年的最後一次的 年終特別企劃 你還沒有把握的朋友 你現在來剛剛好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點 剛剛好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點 跟著我們一起佈局 所以廣告時間 趕緊把電話給撥通 準備來過一個賺錢的大好年 下個階段我們繼續回來 感謝大家的愛護 暈打頭部陳老師 年終迎春優惠 找對的老師做對的動作 最小的投資最大的活力 暈打頭部陳老師 888慶民中迎新春帶您一路發 速下02-2781-0909 暈打頭部陳老師 3D波浪技術分析班隆重開課 一 掌握事先規劃要決 把握領先進場時機 二 轉折時間精準掌握 贏在起跑點 三 大波段如何規劃 細微波如何推演 掌握致富的關鍵 您而有限報名從速 速下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打頭部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掌握隊 讓醫生 讓醫生 你會馬上讓他 Brit 讓醫生回去一點 你 Performance darn回家醉 發現惡意B車請你跟我這樣做 一 小心避etas 二 安全片射影像 三 向國道公路警察所提發 最高可罩24000 好 那麼今天的收盤大家已經看了一天 那麼最後收盤呢 小跌了17點 或許很多朋友還在問 老師也還好啊 對不對 日本大跌嘛 韓國也連跌兩天嘛 我們今天又沒怎麼樣 小回個17點嘛 量說嘛 對不對 還守五日線呢 我還是給各位測標這句話 不是不報 那個行情不是不到啦 時間未到 不是不報 時間未到 你來想一想 上一次 上次在7月15號這一天 你想想 你那個時候當初為什麼賠錢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為什麼賠錢 7月9號 10號 11 12 14 14 15 從到15號這一天 那老師的字卡 我當時也在這邊跟你講啊 這一張還是當時的字卡啊 為什麼你那個時候沒有在意老師講的話 因為每天都有好幾十家漲停板嘛 對不對 每天輪漲啦 我還記得這一天還有三十幾家漲停板 即使到最後一天還有三十幾家漲停板 但是說也很奇怪 時間還沒有到 你就是看不到 你就是看不到明白 你等一下等到整波這樣下去 你才開始感到 那老師的責任是什麼 透過3D波浪的理論 我們的規劃走在最前端 我們的規劃走在最前線 所以才能在每一次下跌的過程當中 幫你避掉風險 現在故事同樣重演一遍 要重演7月15這個戲碼也好 要重演上一次總統大選前一年這個戲碼也好 你能夠把握的時間 剩下72個小時 三個交易日 你不要小看這三個交易日來得及 來得及啦 就怕你坐在電視機前面 坐在這個電腦前面看著看著看著 哎唷 過一天去 鄉鄉第二天轉折時間過的時候 看不及了 所以你看上市也是很神奇 這55天這一天還有三十幾家漲停板 四五十家 五十五家我忘記了 應該要四五十家漲停板 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這些事情 誰知道 誰去預告 同樣一件事情再翻轉過來 再copy一遍 抓香腿擺 你說老師這3D波浪在上面 怎麼會這麼厲害 這中間的 還包含之後 這一路下跌的大小轉折 電視上沿路都有跟你預告 都還有倒數 怎麼會這麼厲害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對我們3D波浪有興趣的朋友 那麼一月份有課程 你可以把握 轉折時間 72小時 還有72個小時 三個交易日 你可以把握 再來 年終 專案 剩24小時 你可以把握 但是時間過了就不等人 懂嗎 時間一旦過了就不等人 這一次 這一次 一旦錯過了這一次 你要怎麼樣去迎接2015年 你要迎接怎麼樣一個2015年 最後這72小時 幾乎已經不容易思考 老師的驗證已經講到這個地方 講到這麼詳細 講到這麼直白 年終特別企劃 倒是只剩下24小時 所以2014年最後一次 也在最關鍵的時間點 準備 準備好 準備好什麼 準備好可以賺錢的方向 準備好可以賺錢的單子嗎 大溪波最後逃命 最後72小時 廣告時間 趕緊把電話給播通 謝謝 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先約 不好意思啊 讚你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嫂不知道有人介紹他 你最高尊的粉 是水的 那就是啊 久以前在阿娘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澆油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亮 而且還逃漏煙酒睡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年一 蘇劍康福俊老師夜宴 感謝大家的愛護 運達頭顧陳老師 年終迎春優惠 找對的老師 做對的動作 最小的投資 最大的活力 運達頭顧陳老師 888 慶民中 迎新春 帶您一路發 速加02-2781-0909 運達頭顧陳老師 Sandy Plunk技術分析班隆重開課 一 掌握事先規劃要決 把握領先進場時機 二 轉折時間 精準掌握贏在起跑點 三 大波段如何規劃 細微波如何推演 掌握致富的關鍵 您而有限 報名從速速 速加02-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真逐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各位看關系聽好 節電阿關我來了 舉手之勞勤觀燈 節能減碳少不了 電器加裝定時器 節電行動要做好 少不了 各位看關系聽好